大家好,我是大喜妈妈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斜纹的浮雕花形 这款花形特别好织 四针,八行是一组完整的花形 片织的话,要起四的倍数加两针 我又加了两个边针 下面我演示这个花样的具体织法 起针以后,先在反面行织一行上针 我这是起了两组花,一共是八针 再加两针,是为了两边对称 然后又加了两个边针,一共是十二针 第一行,正面行 边针,两上 然后这个针插到这两针的中间 不要插到针目里面,插到针目的外面 织出来一针,这就加了一针 然后这一针呢,再织一个下针 第四针也是这样织 这是一二织两个上针 第三针是一针织两针 第四针也是一针织两针 插到外面来,织出一针 然后再从第四针里面织一个下针 这样这个花形就完成了四针的花形 再来一遍 两上 一针织两针 一遍 一针织两针 一共织两遍 好,第二组花形织完了 就这样往下循环 织到最后呢,片织 后面要加两针 织两个上针 最后一针是边针 好,第一行织完了 第二行,反面行 边针两下 一针织两针的这个 要把多加的这一针 把它并掉 所以呢,就织一个左上二并一 上针的左上二并一 好 这样花形就完成了 继续往下织两下 二并一 二并一 一直这样往下循环 直到最后是两个下针 然后 最后一针是边针 我直的上针 这是第二行 这是第二行的制法 第三行和第四行就重复第一行和第二行的制法 第三行和第四行重复第一行和第二行的制法 两上 一针织两针 好,花样完成 继续往下循环就可以了 直到最后 直两个上针 最后一针 最后一针是边针 这是第三行 第四行和第二行的制法是一样的 边针 两下 二并一 上针的二并一 好 继续循环 两下 织两个上针的二并一 就这样往下循环 直到最后是两个下针 最后一针是边针 好 一至四行就是这样织的 五到八行 织法也是一样 只是交换了一下位置 先织这个花 然后再织上针 我直演示一遍 边针 一针 织两针 好 一共织两遍 然后 一到四行里面 一针织两针的位置 就织两个上针 好 就这样往下循环就可以了 第二织花 一针 织出两针来 一共织两遍 然后再织 两上 好 织到最后呢 这个地方还要织一个 一针织两针 因为一开始我们是织的 两边是对称的 最后一针 最后一针是边针 好 第五行 指完了 第六行 边针 先织两个 二并一 再织两下 就一直这样往下循环 织两个二并一 两下 织到最后 就是两个二并一 最后一针是边针 好 第六行 指完了 第七行 第八行 重复 第五行 和第六行的 织法就可以了 我不演示 然后织完第八行以后 再从第一行 开始再循环 织 织法就是这样 织完了以后 这个花形 是这样的 你这样看呢 因为我的角度问题 它好像不是很好看 似的感觉有点乱 但是呢 这个花形 织多了以后呢 你看 它是一个斜纹的 而且呢 就好像是浮在上面的一个花 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浮雕形的花 织毛衣 织毯子都非常好 好 今天的花形就讲到这儿 你喜欢吗 喜欢你就收藏吧 让我去销售 有东西 El